毛美总说中国偷了台湾的技术 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官方 说出来你可能不行啊 西方国家曾长期对中国武器、科技 乃至中规数据进行布局和偷窃 有些甚至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存和国防安全 这么说可是一点没夸张啊 比如国防领域的东风导弹、电磁炮等武器技术 商业领域的稀土提取、宣纸制作等工艺 还有非常机密的气象和基因数据等等 在其他国家的长期布局下 中国武器、科技乃至数据都被西方间谍给窃取过 而且这个窃取的时间跨度 甚至长达百年 偷了就偷了 有些国家还非得被告变远告 说中国抄袭了他们的科技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中国那些被国外偷走的技术 因为数量太多了 咱们只讲一些重要的 首先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东风导弹技术 2007年中国法院判处了郭万军和沃约翰死刑 结果这起判决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强力反对 甚至直接出面向我们施压 比如美国政府在郭威逮捕判刑后 他们就公然对外宣称 说郭万军是效忠于美国的英雄 中国不能随意处死郭万军 接着奥地利政府也表示 沃维汉的妻女是奥地利国籍身份 中国不应该这么冷酷 还有欧盟也在暗示 如果中国政府处死郭万军和沃维汉 可能会影响中欧之间的信任 伤害感情等等 中国判决自家的公民 为啥西方国家反应这么大呢 因为他们两个泄露了东风31导弹技术 中国东风导弹意义有多大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东风31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 它的射程长达上万公里 可以携带700公斤的弹头 进行远程作战 更关键的是 它使用的是固体燃料 出产时就可以提前装号燃料 如果搭载在发射车上 就可以脱离发射井 实现无意托发射 想在哪发射就可以开到哪 再加上它可以在大气层外进行穿梭 一旦发射就很难防御 主打一个出其不易 又无法防御的效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东风31就是中国战略导弹的代表 有了它 即使是美国也不敢对中国随意和讹诈 这样一颗拥有高精度 远射程 大杀伤 还能灵活变换发射地的战略导弹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巨大的诱惑 尤其是中国南边谋省和西方国家 长期寻找机会 结果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突破口 他们利用一个名叫 沃维翰的间谍 刻意接近中国导弹设计师郭万军 然后长期对他进行渗透 洗脑 再一步步引诱他出卖数据和技术 甚至还会根据美国提供的一份需求清单 专门泄露对应的核心机密给境外组织 其中就包括东风31导弹的关键参数等等 可是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随着出卖的数据越来越多 他很快就藏不住了 2005年 国外军和沃维翰被国安局抓获 这才有了开头说的 美国欧盟抗议的事件 这份间谍案 造成了至少7份尖端5G机密泄露 直接让我国的国防部署 陷入到非常被动的局面 根据军事专家们的说法 如果东风31战略导弹核心资料被美国掌握 他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资料 有针对性的设计出更有效的反导系统 让中国的核反击力量 威慑力大大降低 所以为了扭转这个不利局面 科学家们赶紧对东风31进行改型 调整参数等等 并且由此诞生了东风31A 东风31AG等改进款 除此之外 我国又加快了第四代战略导弹东风41 东风51等战略洲际导弹的研发速度 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 终于将这起东风31导弹间谍案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到此时 我们为此付出了十多年的宝贵时间 经济损失高达70亿元 代价相当大 除了东风导弹外 电磁炮技术外泄 也是中国战略武器外泄案例之一 电磁炮的原理并不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电能产生的磁场 在极段的时间内 将炮弹以极高的速度发射出去 虽然原理简单 但是它的优势却非常多 比如可以在0.05秒内 将炮弹的速度提升到700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7倍的因素 因为不需要额外的发射装置 它的重量和造价都很低 发射成本甚至只有传统炮弹的1% 如果将它装配在军舰上 那么它可以轻易改变战争的走势 所以电磁炮又被称为 具有未来革命性的武器 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电磁炮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电磁炮 虽然时间并不是最早的 但中国却率先实现了突破 比同期的美国要强得多 结果没想到 一个被西方策反的间谍 差点让我国电磁炮的研究在了跟头 2014年 一名间谍在机场被国安局逮捕 其身上搜出了大堆核心资料 而这些核心资料 大都跟我国某项国防核心技术有关 这名间谍名叫张建格 他是我国某军工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科研人员 研究的领域正是电磁炮 2011年 在张建格去西方访学的时候 西方某军方人员就盯上了他 他们宣称 手上有军方项目来吸引张建格 渐渐地与之熟络 然后再表明身份 并且利用大量的金钱 以及女儿留学 海外居住权等利益 作为诱惑 慢慢引导张建格泄露消息 这种套路其实和国防军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张建格也没有抵挡住诱惑 很快就沦为西方间谍组织的下线了 在张建格回国后 他就把我国军工正在研发的 尚未装备的尖端武器装备等研发情报 泄密出去了 有了他的帮助 美国电磁炮研究速度突然加快 原本2010年时 美国电磁炮研究还只是在陆地上 因为技术问题迟迟没有进行海事 但是在2014年 美国电磁炮项目突然变得十分高调 他们对外宣布将加快研发时间进度 计划在2016年时 美国电磁炮要进行首次海上试射 2018年进行舰载连续发射实验 2025年将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这反强的研发速度很快就引起了中国的注意 张建格也因此暴露了身份 最终张建格因为犯间谍罪 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在张建格被捕后 美国电磁炮研究立马跌落神坛 原本还野心勃勃地要装备作战 结果别说作战了 2018年时 电磁炮项目都下麻了 理由是研发受阻 这下傻子也知道是谁的原因了 相反 中国没有了张建格 电磁炮项目依然快速突破 2018年 中国电磁炮进行装舰试验 是全球首个将电磁炮安装到军舰上的国家 2019年 中国又在渤海首次进行舰载电磁炮试射 对了 这两个消息 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宣传 反而是外媒大肆报道 可见 他们对中国武器试验了如指掌 至少还有不少团伙在瞄着呢 随时准备偷过去 5G技术外泄的套路千片一律 基本上是外国隐藏在中国的间谍 慢慢渗透 以各种理由接近技术专家 并寻找各种机会进行贿赂和渗透 然后未必理由 逐步腐蚀偷窃 一旦某些专家被盯上 很容易造成国家高精尖武器技术泄漏 除了武器装备外 还有一种信息泄漏 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那就是国家重点信息 比如人种基因和气象数据等等 这两个听起来很玄幻 但实际上威胁 一点也不比战略导弹差 2023年 国家安全部对全国数千个气象站点进行摩底 竟然发现有数百个非法气象探测点 再向国外传输气象数据 但是很多人感到好奇 气象数据有什么秘密吗 竟然需要数百个探测点 同时窃取中国的数据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气象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 如果应用的强妙 不仅可以改变一个区域的气候 甚至可以引发洪水等灾害 危害性并不比核武器弱多少 在历史上也有过这种相利 比如在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进行了一场名叫大力水手的秘密行动 他们先后动用了两万多次的飞机 在越南上空投放了470多万枚降雨催化弹 强行将越南胡志明的某个区域的雨季 延长了30到45天 这场绅士浩大的人工增育行动 导致胡志明小道洪水泛滥 不仅严重破坏了北越军队的补给线 而且让越南百姓遭受了难以估算的经济损失 在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进行了多次气象行动 帮助盟军改变了部分战争结构 气象武器因此名声大噪 1990年代 俄罗斯也有过类似的研究 可以在数万米的高空集中反射光 这速反射光聚焦的温度高达数千度 可以在短时间内毁灭地球上的一切武器 当然研究最深的还得数美国 他们在全球各地设置气象探测点 不断收集数据 甚至成立专门的实验室来研究气象武器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代号代币的台风实验 美军不单可以控制台风的速度 还可以用某种技术强细让台风转变方向 目前全球已经有20多种类似的技术 他们可以轻易地改变气象 地震 台风 干旱等自然灾害 但是气象武器也有个缺点 就是需要当地气象的详细数据 再加以引导才行 中国气象数据被长期窃取的目的就是这个 类似气象武器的还有基因武器 2023年 国家安全部发表一篇文章 揭露了某些外国机构 瞄准中国的整种基因资源 企图将它变成一种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技术手段 它可以通过改变遗传性质的DNA 对下一代人造成永久性伤害 如果被大规模滥用 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 甚至民族的安全 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比核武器更加可怕 核武器只是造成大量伤亡 而基因武器将影响整个民族的下一代 甚至民族未来的存续 因此国家安全部才会公开这个信息 让大家提高警惕 而收集我们人种基因的 毫无疑问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机构 因为基因武器在美国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 科学美国人的媒体 早就曝光了美国在制作基因武器 甚至对中国的基因获取和研究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如果再把时间线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的NGO 辉瑞等机构 曾多次到中国收集国人的血液 我随便举几个有过公开报道的案例 1995年 美国机构曾在北京的地方 收集了数百份中国老人的血液 送到美国进行研究 1998年开始 美国政府资助杜克大学 在中国20多个城市 收集了上万名老年人的血液 就来研究基因遗传 2010年开始 美国辉瑞又开始大量收集 中国人的人种基因 就来研究药物开发 这些案例只是一部分代表而已 比这更大规模的基因偷窃案例都有 比如美国某机构 借研究慢性病和饮食的关系为由 收集了50多万份中国人的血液 美国某期刊打着研究人类疾病的噱头 引导各国科研人员 泄露基因机密 其中也包括中国 好在国家即时出手 不然还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信息 被泄露 除了上面说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之外 中国民间一些重要的科技工艺也被窃取过了 稀土就是其中之一 稀土有多重要 咱们不用说太多 它就像添加剂一样 在金属材料中添加一点点稀土元素 材料的性能就会立马质变 因此 稀土也被称为工业的调味剂 在工业 军事 科技等尖端领域里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上个世纪 中国一直被日本稀土技术卡脖子 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尝试突破这项技术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却被日本企业多次围剿 甚至窃取了我们的技术 其中 稀土中非常重要的永磁材料 就是典型粒子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稀土企业一直向日本出口稀土提取物 然后由日本企业加工成铝磁铁等产品后 再卖给我们 于是中国稀土企业就与日本达成了一些合作 有时候 中国企业也会邀请日本专家前来指导 或者进行技术交流 当时 日本驻有金属 就借此参观了中国稀土工厂 然后发现 中国女磁铁加工技术 竟然和日本差不多 女磁铁工艺有一个环节是压型 因为日本的压住设备比较先进 所以他们的女磁铁可以一次性 就压出女磁铁的形状 然后在全球申请了技术专利 中国稀土企业想不被抢脖子 只能绕开这项专利 于是就创新性提出二次压型 成功绕开了这本专利 由于中国企业当时的技术保密和专利意识不够 日本著有的工程师在参观了我们的工厂后 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秘密 偷偷跑到国际上注册专利 中国企业当时非常气愤 但是又无可奈何 更过分的是 日本企业有了专利后 又在全球对中国稀土围追堵截 直接导致我们的系统加工产品 很难买出高价 让我们的稀土企业吃足了苦头 类似的偷窃事件还有不少 比如宣纸的制作工艺和钢笔的抛光技术 很多人可能对宣纸不是很了解 实际上 它在业内非常出名 被称为质界中的奢侈品 从古代开始 很多书画名家的作品 用的都是宣纸 但是由于工艺复杂 材料非常独特 宣纸的产量非常少 而且一直是中国独有的技术 2006年 国家还将宣纸的制作工艺 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 从100多年前开始 其他国家就盯上了宣纸的制作工艺 尤其是日本 从1878年开始 他们就多次派人前来偷师 甚至派出间谍卧底多年 可最终因为技术不外传 没能得逞 1986年时 中日关系开始缓和 民间团体交流频繁 日本企业再次派出了一个造纸考察团 打着民间交流的幌子 开始套取资料 在探访某家企业时 利用他们的善意 窃取安徽进线宣纸的生产原料 成分配比等机密数据 结果这批考察团回到日本后 就开始仿制宣纸 造出来之后 又在全球售卖 甚至在进行宣传时 都是打着 宣纸安徽进线第一 日本第二的口号 开始强占市场 据统计 原本中国宣纸产量 有八成都是出口到日本 而在日本仿制品出现之后 出口额直接下降三成 宣纸技术的外泄 让宣纸行业遭受到致命打击 钢笔的抛光技术也是如此 中国早期时 有一些著名的钢笔品牌 比如英雄 金星等等 他们虽然在国际上的名声 比不上发达国家 但是一些核心技术 确实全球领先 其中 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 就是典型代表 后来他们特地派了几个高级团队 借着友好访问的名义 参观了中国不锈钢笔套的抛光过程 并且用摄像机 将抛光技术和机器都派了下来 然后回国进行仿制 中国当时为数不多 临先的技术 就这么被人偷走了 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拉得足够长 你会发现 中国科技被国外窃取的案例非常多 除了上面提到的 还有很多很多 科技类的人工智能算法 静电陀螺仪 动物中的梅山种株 中华黑猪 植物领域的水稻青门种子 野生大豆 传统手艺中的中医配方 锦泰兰瓷器等等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 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 再加上我们的科技土匪猛进 有很多外人眼红我们的科技财富 我们自己也要重视起来 以免像端午节一样 连节日都要被偷窃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